中國跟這個澳洲之間 這個是一個從經濟角度來看 完全是互補性 因為澳洲地廣人心資源豐富 中國是也不能說地下人臭 中國是人口比較稠密 可是天然資源供給有些是比較緊張的 尤其中國作為世界的工廠來講的 很多譬如說鐵礦砂 很多這些工業產品的原料 都還很仰賴國際市場供應 所以澳洲事實上 這個經濟的整個結構 跟中國大陸高度高度互補的 所以這也造就了過去 雙方的共融 30年前是有些同事到澳洲工作的時候 那時候澳洲的經濟 他們的感覺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動能 整個社會雖然富裕是富裕 可是動能不足 可是中國大陸開始改變化以後 你如果說從數據來看 澳洲的經濟也是快速起飛 然後極有活力 然後注入很多新的這些動能 進入到澳洲的經濟 包括澳洲的社會 那所以我就覺得過去這麼長一段時間 其實已經證明了 那麼澳洲跟中國大陸合作的話 真是互蒙其利 澳洲前一陣政府 就是說Morrison政府它的政策上 譬如說新冠病毒的時候 全世界澳洲變得好像有點尖竿而起 一定要中國查這個起源 還有很多這些作為 好像交了幾十年朋友 突然感覺不像個老朋友了 所以當然這個關係就受到很大波折了 如果從現實 從這些實際來講的話 澳洲基本上離中國是比較近 你這個其他的世界是比較遠的 而且我剛剛講的經濟幾個元素的 復古性這麼強 中國事實上這個文明是 主講究的是大家 不同的文明啊 不同的價值共存的一種文化 我們中國文化就是這樣 從來沒有說這個體系 一定要比那個體系優 那個體系一定要比 要取代這個體系問題 我們各種價值體系都並存 跟中國做朋友應該是很好 那我覺得現在的艾芬尼斯 他的講法很刺激 他說我們跟中國的貿易總量 中國市場是我跟後面 第三個貿易對象的 加起來總和還大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以商場的這些原則來看的話 既然是這麼大的客戶 幹嘛一定要把政治關係 搞得這麼建拔路障 也沒必要 你澳洲原來是五眼聯盟 也不是從四年前開始 也不過五年前開始 二次大戰以後就有吧 也沒有影響到澳洲關係的發展 可以並行的 並存的 可是基本上就不要就是說 朋友之間就變成攻擊性的關係 反而不好 那我看澳洲換了政府以後 這個政府現在是比較務實主義 那我覺得這種情況之下 公共關係的改善 我覺得是值日可待的 在這個世界裡面 你能夠給人帶來什麼利益 比較重要 而不是你能告 你能給人帶來某些思想或某種價值 來的有的時候更重要 國與國之間本來就是講的 大家照顧自己人民的生活 那你如果國與之間搞得最後 自己國內老百姓生活都受到影響的話 這不是好的政策 因為中國是堅持繼續改革開放 我歡迎我買你的東西 你也買我的東西 然後這中間不帶什麼政治意識形態 那大家就是以經濟的發展作為主軸 所以我覺得只要中國這個政策不改 基本上就是說能夠走改革開放路線 然後大家共存共穩 這個力量我覺得長久以來 那是應該才是所向無敵的 才是王道 那麼老師要把人家拖到戰爭 老師要說你得接受我們的想法 他那個想法我不接受 這個只有路子越走越窄 那美國現在還是有這個國力 就是說過去打下來的基礎 可是他們吃老粉也是太多了 那我覺得中國要走的路就是說 永遠記住就是說大家利益共享 然後共存共榮 要純意求同 我覺得老祖先給我們的這些智慧 繼續發展的廣大 路子還是既寬又長的 我們來講 我們來講